在去年佔領行動中擔當重要角色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它的地位證恰恰可偽 繼香港大學、鎮會大學及理工大學成功推出學聯之後 城市大學亦舉行推出學聯的公投 公投由4月28日起分兩個階段 到今日5月6日晚上8時12分熱速 在今日最後一天的投票時間 正反雙方都盡最後努力拉票 支持退出學聯的一派派出人海戰術 在城大校園內拉票 而支持繼續留在學聯的一派 早幾天曾經有一些學聯前成員到場拉票 不過在今日最後一天的投票就見不到他們的蹤影 助選團的人氣也相對單薄 另外發起公投的關注組就派人在票站外 遊說剛剛投完票的同學聯署 啟動罷免城市大學學生會幹事的程序 他們至今已收集到大約一千個簽名 對於有批評指支持推出學聯 會大大削弱學界在公共事務的動員能力 甚至有批評指支持推出學聯的人 有不可告人的陰謀 這些來投票的同學又怎麽理解這次的風波呢 學聯我們要清楚他的一些程序 和任何選出來的代表都要知道的 所以作為學生都應該說是否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都想學聯透明的制度給我們學生知 而不是他們內部自己去小圈子 那他們投票搞出來都是想讓他們知道這個問題存在 這位來自中文大學的同學 今日專程陪同他在城市大學就讀的朋友來投票 中文大學早前亦有人嘗試啟動推出學聯的公投 但由於聯署人數不足 無法成事 如果有得讓他選擇 那他又怎麽選擇呢 如果中大是搞得整個推聯公投的話 你會怎麽選擇呢 我會投贊成 為什麽 因為我覺得學聯就沒什麽認受性 因為他的幹事裏面那些成員 是怎麽產生我們其他U那些 不夠透明度 透明度不夠高 還有就不知道他實際會做什麽 但是有人說呢 如果現在退聯 即是在這樣的半格解體 或者半格解體的情況下呢 對推動香港的社運 會有一個不太好的影響 你自己怎麽看呢 我覺得就算沒有學聯 即是不同的學生會 不同的組織 其實我覺得 就不會影響到那麽多 即是對於社運那些 投票在晚上8點12分結束 之後發起的關注組出來見傳媒 再三強調 推出學聯是合情合理的 其實學聯它在上年的雨傘革命期間 或者它這次退聯上面 它所做出的行動 亦都令到很多同學 對於學聯失去信心 或者甚至乎是厭倦了學聯 那所以說 如果留在學聯 是否真的令到可以令到這些同學 是響應學聯的號召而出來呢 那這一點呢 我就有少少保留 尤其是上年學聯 就在這個衝擊立法會事件裏面 就譴責各位抗爭者的時候 但是現在學聯又說 不排除會發起圍攻立法會 令到我們很多同學 都異口同聲就覺得 學聯這樣做似乎是雙重標準 就好像別人衝的話就是鬼 他衝的話就是公民抗泳 所以呢 我自己就在懷疑 其實留聯 究竟是不是一個 都是所謂團結民主力量的方法呢 點票將會在大約晚上九點鐘開始 預計要用五個小時才可以全部完成 獨立新聞傳訊記者 盧梓陽 城大校園報導